會長說要擺頭鞋 慢慢轉 再轉 轉往這邊 謝謝 好來喔 謝謝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佳慧你是不是有特別找聲樂老師 有特別提前先練 我有一個朋友是 聲樂 我有一個朋友是聲樂系 的老師 所以我有再重新練一下 發聲的位置 然後我有跟老師請教 然後老師說不用啦 但是我覺得 我還是希望可以啊 找到不同的發聲位置 畢竟 跟 加歌隊 然後加小音樂團 加起來快要一百人的編制 實在是壓力很大 對 希望可以把大佑哥的這些作品 照顧得很好 有不同的精神在裡頭 對 老師 照說您啊其實 一直有一些比較 怎麼講就是 比較 不受框架的這些 一些創意跟一些 這種表演這樣設計 當初怎麼會想說要跟佳慧合作 呃 我覺得 我們像這一次這個大文樂家第一 第一檔的這個演出 那這位歌手 他要連續不斷的演唱 十二首曲子 而且都是我們都知道 羅大佑老師的曲子 他其實不是只有旋律好聽而已 那事實上他也每一首曲子都有他的深度 那我想就是要一口氣消化這十二個曲子 然後而且在實際上你在生理上面 你要能夠克服這樣子 連續演唱十二首 那我想這個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所以跟我們跟這個製作人討論以後 那大家其實都覺得說 欸彭佳慧他是具有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而且就是說 那我們剛剛也聽到他在說 其實我本來是覺得說 彭佳慧就是彭佳慧 他就這樣演唱 但是他會自己主動覺得說 我今天要跟交響樂團還有加上歌隊 這樣子將近一百人的這樣子的陣容 那我是不是應該要調整我的唱法等等 就是他自己也有他的 他去接觸或是要來挑戰 來征服這個計畫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對我來講是非常有意思 因為畢竟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希望把這些流行樂的經典 就是讓他用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呈現 那也因此而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接觸這些經典 那也進而就是來進到我們魏武營 來在這個歌劇院裡面欣賞一場精彩的表演 那想要請問一下佳慧姐 就是這一次要重新演繹大佑老師十二首編曲 那有什麼特別喜歡大佑老師的哪一些歌嗎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其實這十二首歌我都非常喜歡欸 真的每個時期不同 而且大部分的歌的時間都是差不多是我高中或是二十幾歲的時候的作品 我那時候啦 然後我想是每個時期每一首歌都表現出大佑哥在當時對 不管是對社會啦人物啦生活的一些批判 愛人同志或者是大家熟悉的鹿港小鎮 或者是他當時寫給蘇瑞姐為了好像是電影嗎 的那一首歌是否 或者是我剛剛說的野板和野有春天 或者大家熟悉的戀曲1990等等 這十二首歌都是經典之作 其實他的歌真的很man 還有一首歌非常好聽 就是當年陳淑華小姐的滾滾紅塵 這些都是由交響樂團重新編製了以後 真的非常好聽 我說這十二首歌要太難唱了 都要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兩天連續兩天才能唱得好 所以大家可以幫我祈禱一下 我從現在到二月十二十三都要吃好睡飽 連續十二首歌 然後好像還有Encore去吧 然後連兩天 第二天還是下午的場 老師幹嘛找我啊 有人在後悔 我們二月十二號是晚上七點半的演出 然後二月十三號星期天是下午兩點半的演出 然後演出結束之後都會有一個短短的對談 那羅大佑老師也可以在現場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他的心得 那鐵飛哥後的佳惠姐 就是我們今天有沒有有幸可以聽到一下 你小唱一下大佑哥的一些經典曲目 這小唱是兩半分一樣 今天可能沒有辦法演唱 因為這需要一些環境一些古典的樂器 才有那個效果 對 我待我們把它拉口一點 那好像有聽說就是佳惠姐有特別 就是每天好像有運動啊 練習肺活量這個部分有嗎 運動本來就是保持的一些習慣嘛 但啊 我反而覺得要讓身體很鬆 才能夠就是很輕鬆的才能夠進入到 這整個交響樂的那種氛圍當中 所以很大 這些歌真的很大 欸大到你無法想像 就是很像一片大海那種大 欸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但請大家進魏惠寅歌劇院來聽我們演出 2月12、13 買票的朋友呢 我都準備了一個 我自己用覺得非常好用的面膜 然後當天大家都可以拿到我的小禮物 對 那現在疫情升溫啊 會 會 會 很擔心 很擔心疫情的部分 但啊我們也只能夠在 這個我們沒辦法控制 但我還是得要做足準備 但如果真的 我當然希望可以如期舉行齁老師 如果如果因此而 當然就是說我們現在在準備的時候 都做好所有的防疫措施 那在政府沒有什麼新的宣布之前 我們當然就是一馬當先 就是像坦克斯一樣逐步的推進 那如果不幸到時候真的會有一些什麼 新的管制措施 那我們的經營團隊 製作團隊也會做好 所有的這個可以應變的配套措施 對 不擔心不擔心 對 一定要唱給大家聽 對 請問一下你唱自己的歌 跟詮釋別人的歌有什麼不同 哇 然後你是用什麼樣子的角度 進入多大佑老師的歌曲 去詮釋他這麼多 就是賦予很豐富文學的這些歌詞 其實每一首歌都一樣 就是說你因為不同的編制 樂器不同 然後啊 好比流行歌有流行歌的編制 我們可能鼓啊 或是比較多 多MIDI的音樂 但是或是Live 但我們的Live 跟整個交響樂團的那種 百人的編制 又有不同 所以當我面對這樣子的不同的編曲的時候 我的思想 我的身體 我的精神靈魂 自然就會到這一個部分 所以啊 這個 能夠唱到這樣子的編制 是我的歌手生涯當中 一個最高的一個殿堂 我相信應該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做到的 我在想啊 我其實為了要進魏武寅歌劇院演出 我剛開始的興奮到現在我覺得 我要為了這個興奮去付出很多很多 對我一定要做主準備 我才能夠享受那種榮耀的感覺 所以真的不簡單 從現在開始我要跟簡文斌老師 好好培養默契 說到默契喔 所以想請教夏琴老師 就說 古典跟流行這樣跨界 Fusion的這樣子的一個 怎麼樣能不違和 還有他的挑戰在哪裡 他的挑戰 就是對我 以我個人的感覺來講 我的挑戰是要讓 配合的歌手就是彭佳慧 讓他放心 就是說今天一個指揮 他帶領著樂團 那我們其實是陪在他旁邊的 然後經過 就是雖然不會是太長 但是短而密集的這個排練 那我希望他可以 就是在這個工作的過程裡面 培養出好的信心對自己 那另外也培養出對我的信任 還有對他聽到聲音的信任 然後來做出最好的演唱 謝謝老師 我其實今天蠻開心的 各位記者朋友 就是對這次的演出 提出這麼多的問題 其實真的很開心 那我覺得魏武營做這件事情 欸我怎麼會替魏武營說好 就是我老師也有透露出 他真的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 走進歌劇院去聽古典音樂 那如何讓大家都能夠接受 這樣子的感覺高高在上的古典樂 所以我們用了跟流行音樂的結合在一起 對所以希望我們可以 越做越好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